这个中学的教育啊 所以呢这个孩子呢 应该说他这个 头脑是很聪明的 呃我认识一个叫姓陈 他呢呃是在中国足协啊 工作他以前呢 曾经在鲁能 他跟着鲁能的一个叫什么希望队啊 去了巴西 当时呢这段流渝呢 也跟着这个队啊去巴西 对不对 这这鲁能球迷可以了解到吧 说在巴西 好多他的队友啊训练完了之后啊 卖单的到街上看美女的 完了这这这这这逛街的 只有段流渝 在读书 只有他在读书 段流渝三百五十度近视 他踢球都是戴隐形眼镜 所以有时候他踢懵了 不是他状态不好 是因为隐形眼镜被撞掉了 啊这这这这是我的 我想的啊应该是这样 因为他这个脑子不应该脑子应该是绝对的 啊身体是绝对的脑子是绝对的技术是相对的 脑子不会说今儿脑子没电了明天又不是喝酒 对吧你喝酒了 说你说 喝完酒之后呢 反正最近事比较多啊 最近事比较多呀 有喝酒的分手的 这都是属于高危行业 大家注意啊 第一呢不要轻易喝酒啊 喝完酒最好全都是男的 就没有异性 明白了吗 你有点动物都有都行 因为目前来讲呢 在动物这方面呢 咱们现在这个立法还不是很很很完备 是吧 但是呢你一定不要有异性 真的一定不要有异性 第二一个呢 就是谈恋爱可以 但是别就是别轻易分 明白了吗 分手了 就是最好呢 能够处理干净 明白了吗 就是你就是怎么说呢 你小不忍则乱大谋 早点 你也别你也别太轻敌 说哎呦都分了八个月了 说没事了 那可不一定 这都是定时炸弹 明白了吗 所以呢一把一利索 是最好的啊 另外呢 谈恋爱时间别太长 真的要不然就早点跟人家说拜拜 要不然呢就早点呢 步入婚姻殿堂 哪怕你接完再离呢 是吧 对吧 你对吧 总总言之呢 就是这这都是属于高危的 另外一个呢 别轻易的当流量明星 你看我现在很低调 我都不希望有那么多人看 能有个个把万八千人就行 啊 我我是不希望我太红 我是没有办法 你本来你看我以前很低调 如果我要不是说解说 说 睡了一觉 有多少人知道我呀 没多少人知道我 但是我我那次解说睡觉啊 也不是我故意的 因为我这边睡着了 我哪知道旁边人不叫我呀 是吧 所以我 我是意外走红的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带猪小将 我原来以为呀 就我就我这水平 我带孩子能带什么样啊 很很快就会露馅儿 那家长最后都得是带着孩子离我而去 对吧 人家不能让孩子毁在我手里啊 对不对 我就没想着我能 谁知道他妈一直赢 我也害怕 赢的我最后都害怕了 赢完了恒大赢 赢绿城 赢完了绿城赢富丽 赢完了富丽赢武能 我这没有赢的了 在中国就再没人了 有时候高处不胜寒哪 真的 我现在每天就再热的天 我为什么我也不光榜的呢 冷 真的 我就一直觉得就在山顶上 哎呀 这给我愁的呀 我有时候 我我我媳妇 我过生日 我媳妇还给我弄一个什么 中国族小将冠军教练 我看那蛋糕 我差点我都晕过去 怎么能这么说呢 啊 就是你 这被窝里说就完了呗 还印在蛋糕上 幸亏这蛋糕没搬出去 这搬出去 我谁谁受得了呀 所以我现在就是第一的 别别轻易有流量 第二别别别别喝酒 你看我经常我就不喝酒 我不喝酒 对吧 我不喝酒 我都挺挺挺挺乱 不不不就挺清醒的 正常我不喝酒 另外一个就是 不能就是老 分手 分手 得分手就是得快乐 明白了吗 你你你你我说句实话 你作为现在的年轻人 你与其说学会相处 你还不如去学学怎么分手 因为分手是绝对的 啊 相守是相对的 对吧 你把分手这个问题处理好了 对吧 你这个就就不至于最后 老什么鱼死网破 知道吗 我另外一个呢 我今天白天呢 我也聊 我聊完了我就关了啊 这小斗我就关了 我就转到我的我的那个砖车上去了啊 就是我是这么讲的啊 就是我想跟天下的男人 啊 因为我也是男人 你必须你看 是吧 我是男人 但是我想跟天下男人说一下 就说呢 实话说呢 就是 呃 就是 你你就是你当你选择一个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对象 你甭管是谈谈恋爱还是干嘛 你要看这个人的底色 这个你我男人容易被 对吧 外貌啊 身材啊 所吸引 但这个我坦白说呢 也也也也也也正常 但是呢 你要注意 就是说你要看这个人的底色 什么是底色呢 你比方说同情同情心啊 然后呢 这个这个感恩 孝顺啊 然后诚实 这都是底色 你甭管你你你你是找杨幂 还是找狄狄热八 狄狄热九 这这说白了呢 就这这当然很重要 但是最主要是看底色 就这底色呀 不能毒 因为我们的古人说过 罪独莫过妇人心 真的 就有时候女人狠起来是非常狠的 你看街上咱男人打架 就打打脸就完了 对吧 给两拳 踹两脚 女人是揪头发 你想啊 揪头发呀 揪头发多狠啊 揪头发 有时候头皮都给掀下去了 就是所以 就一定要要看底色 如果说这个女的 小猫小狗 他们的在街上 就是有时候开车 有时候小猫小狗尸体 活该 叫这女的 你赶紧走 他说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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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你你也别信 这可能是装的 就是得有同情心 另外得有孝顺 如果他对他父母不好 他怎么能对你好呢 你想想 另外一个得诚实 就一事一二事 得诚实 不能编瞎话 这人老用谎言啊 老用谎言 完了你呢 还不没事 还善意的谎言 这那人卖其的礼物 别闹了 这真的 还有一个就是对金钱的认识 真的 你你一定要远离毒的人 一定要远离毒的人 男人要远离毒的女人 女人要远离什么呢 远离就说 这个叫叫什么呢 就是怎么说就是神经质的男人 就走偏门的偏执的 这个我告诉你 长多帅 你多有钱 你都离他远点 真的 长不好哪天 就给你碎尸了 真的 因为男人的偏执是非常 你看吓人吗 你他妈旁边又经常有这样 就这样的 离他远一点 男人的极端 极端的人 一定要离他远点 女人就是心毒 毒啊 把什么存款证明 存款给我截图 晒着 倒计时十一分钟 倒计时三分钟 甭管什么理由 这都挺毒的 毒是与生俱来的 明白了吗 骚 不见得 骚或者是渣 傻 这都有后天的因素 但是毒是与生俱来的 所以记着 一论 无论 无论你接触什么人 一定要看他的底色 就是底色 什么叫底色 小偷都偷东西 这里边有区分 有的是 什么的人都偷 有的人不偷 家里有病的人 因为这是救命的钱 所以小偷和小偷 看上去都是 做一样的事 你比方说分手 都有哭的 哭天抹乐的 取死觅活的都有 但是 还是有区别的 记住 男人远离 毒 毒的女人 女人远离极端的 偏执的男人 你这辈子幸福 就基本上有保障 否则的话 后患 无求 小偷 咱们再见了 我要解说了 我要在这个车上 你看我这 我还有另外一辆车 我还有 对 我还有另外一辆车呢